总统府又被爆耍特权 这是总统府内员工组成的登山社 以进山跟勘查设施为名义 要在下个月登上雪霸圣棱县 新闻国家公园管理处 要求安排新达山屋19个床位 管理处甚至还为此公告 因为原本在那边就只有34个床位 一下子就被占去了一大半 也让网友大骂府方的登山社 根本是为了爬山耍官围 雪霸国家公园的圣领县 四季分明的紧致 一项是山友心目中的黄金路线 但雪霸管理处的官网最近公告 10月27号到29号 总统府登山社要以协助登山路线 勘查和进山为由 将保留19人床位 这让许多山友骂翻天 这个社团我是第一次听到 而且这个名字说实在 也比较敏感一点 假日人比较多 那需求就会比较强烈 这个情况就会产生冲突的感觉 新达山屋一床难求 网友质疑总统府登山社 是去进山视察还是爬山 而且兜住新达山屋实在太强了 反问总统府登山社是官方机关吗 国家公园归他管吗 占用山屋进山的理由太牵强 满口仁义道德 那一条线我们很久没有进山了 这是等于是公益性或公务性的 我们会先保留一些床位起来 压缩了其他登山友的一个权利 大家有意见的话 那我们就愿意再延后再办理 那我们要强调就是说 我们这不是吃香瘦瘦的行为 你看雪霸他也把我们的那个登记 这样把他公告出来嘛 尽管活动紧急喊咖 但以总统府名义 新闻管理处要求床位 不管真实内容是什么 总给人位高权重 官大询问大的印象 1.4 优伙报道